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官方公布了2022年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的比赛 以及Pokemon GO的慶祝活动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022年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的比赛 这次就有Pokemon GO的部分 就会在2022年8月18日4月8月21日 在当地时间英国伦敦举办 每天的下午4点就会有精彩的实放转播 就会在Pokemon GO的Twitch频道上 是英文实放转播 我就会将Twitch频道的连结放在资讯栏里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或者晋级资格的顶尖玩家 就会齐聚一堂就会割组 2022年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 Pokemon GO部门的冠军宝座 奪得Pokemon GO部门冠军的玩家 除了可以获得奖品 还可以在游戏里面获得2022 WCS冠军的 换装道具和姿势 这个换装道具是一些衣服和冠军的姿势 它就捧着奖妹 应该只有一个 所以都挺珍贵的 然后就是庆祝活动的服饰 首先就是2022 WCS的T-Shirt 可以透过 兑换2022 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 的实放转播 发出来的特殊代码 就可以获得这件T-Shirt 这个代码之后都会 透过Pokemon GO官方社群媒体 去公布的 这个代码也是有限期领取的 在台湾时间2022 23日 早上7点59分前要领取 不然就不能领取这件限定T-Shirt 还有一件在香港不能拿到的T-Shirt 就是2022 WCS参加者的T-Shirt 活动期间于伦敦2022 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 比赛场地的Pokemon GO摊位的部级站 才可以获得 一定要去伦敦 参加这个比赛的人才可以获得 我们就只获得蓝色的T-Shirt 然后讲讲今次的慶祝活动 在Pokemon GO 就会在8月18日星期四 早上10点到8月23日星期二 晚上8点 这个是全球玩家都可以参与的 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活动内容 首先就会有WCS的比赛 就会初次登场 就会在团体战田野调查 或者是限时调查到登场 都有机会获得它的色位版本 然后就是活动奖励加码内容 首先呢 补给站就会有挑战者出没 他们所使用的补给梦小队 都是参考各地区的Pokemon GO 大赛冠军所持有的队伍 就可以挑战一下这些厉害的队伍 每日可以参加的高对战联盟 原本由5组增加到10组 总共是50场对战 那就是高比赛玩家一定要打的 最后呢就在高对战联盟获胜那时 获得的星星沙子就会增加为3倍 那还有一个限时调查 那就会有机会获得WCS的比赛超 厉害一般招式学习器和厉害特殊招式学习器 都挺值得去做的 因为这两个招式学习器都是挺珍贵的 那还有主题换装道具 就会在游戏内的商店上贩售的 那就是拳关市竞技服的上衣短裤 尖丁阵的竞技服上衣和内搭裤 那就有兴趣可以购买一下 那野外有机会遇到以下的精灵 那都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都没什么特别的 那可能查一下加勒尼巴尔的色围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团体战方面 一星团体战就会有那只特别的WCS的比赛超 还有你未追到的加勒尔大冲压的色围 你都可以打一下一星团体战 那三星团体战就没什么特别 五星团体战就会有仓响和作用码 的八战勇者形态回归 超级团体战就是超级外殷修 那田野调查方面 都有机会遇到WCS的比赛超 那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和都可以追下加勒尼巴尔的色围 那然后讲一下特别的招式 那在这个活动期间 进化某些保抗门就会学到他们的限定招式 那首先进化超甲狂西就可以获得特殊招式 岩石炮 进化成耿季就可以学到特殊招式 暗影拳 那进化成布里龙就可以学到特殊招式 水流尾 进化成巨金怪就可以学到特殊招式 垂星拳 进化成烈战英就可以学到一般招式超级 那这些都是他们的第二天限定招式 如果你之前第二天没进化过旧的话 你就可以趁机进化回他们 去获得这些限定招式 那都挺好用的 在PVP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对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还好的 可以看一下比赛 然后在香港玩一下其他活动 有团体线打 那些特殊招式的奖励都不错的 那最后提醒大家了 那明天就是在加拉尔蛇文虹的社群日 那我在YouTube的社群 都可以出了个帖子去提醒 那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社群的帖子里面 温习明天社群的内容 如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右下角按赞 或订阅频道的小铃铛 就收到更多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